武漢李文亮醫生去世所引發的憤怒情緒 仍然沒有平息 普通民眾大罵中共之外 大陸學界的一些知名學者也聯名發聲 呼籲把2月6號定為全民真話日 並要求中共停止輿論審查和封鎖 進行全面的政治變革 因率先披露武漢疫情信息 而遭中共當局封口的武漢醫生李文亮 因感染新冠病毒於2月6日晚去世 引發很多中國人的憤怒 人們紛紛在網上發帖留言 譴責中共打壓言論隱瞞疫情 微博上還一度罕見的出現了 我們要言論自由的話題標籤 8號 網路上開始流傳一封由北京大學教授張千帆 清華大學教授許章潤 獨立學者校署 郭飛雄等人簽署的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公開信 公開信指出 李文亮是中共壓制言論自由的犧牲者 中共政府完全治百姓的生命於不顧 竭力掩蓋真相 致使新冠病毒急劇擴散 億萬中國人陷入隔離和恐懼 全民被軟禁 社會、經濟限於停頓 而這一切都是壓制言論的代價 直至今日 中共政府仍然防民之口重於防疫 公開信提出了五大訴求 包括把2月6號定為國家言論自由日 要求中共全國人大立即召開緊急會議 討論如何立即保障公民的言論自由問題等 去年12月底 武漢市中心醫院眼科醫生李文亮 在微信群提醒有人警惕武漢肺炎 他因此和其他7名醫護人員被警方傳喚、訓誡 被中共央視扣上造謠者的帽子 中共在封口的同時 一直編造謊言 宣稱疫情可防可控 沒有出現人穿人現象 營造假象 蒙蔽國人 導致疫情急劇擴散 中共在無法繼續隱瞞的情況下 才不得不承認武漢肺炎疫情爆發 李文亮本人也在1月初被感染新冠病毒 2月6日晚9點半左右去世 據傳 中共因懼怕李文亮之死引發反響 對已死亡的李文亮進行作秀式搶救 宣稱李文亮是次日凌晨死亡的 李文亮死後 清華大學部分校友發出告全國同胞書 譴責中共政府扼殺真相就是殺人 要求當局停止現行的維穩模式 保障言論自由 所以在這個事情上 大家終於有一次像排山倒海似的發聲 此外 中山大學退休教授艾曉明 知名作家張怡和 人權律師歇役一等 也聯名發出一封告同胞書 指出新冠病毒的兇猛擴散 是扼殺言論自由導致的又一次人禍 公開信感嘆 如果水淹到每個人的脖子了 還不敢大聲說話 那麼我們民族還有什麼希望 愛曉明等呼籲當局開放媒體報導和網絡言論 釋放所有良心犯、政治犯 進行全面反思和變革